大家好,我是Angie,這是我生命的故事 我爸爸在我六歲的時候就病死 至少我和我同哥在人家家中長大 我們租人白眼,我們很窮,一直覺得很痛苦 我經常都在想,人死後會是怎樣的呢? 聖經說人人都有一死,死後且有生活 那我能不能夠面對自己的罪呢? 我曾經尋求不同的宗教,又希望賺很多錢 希望能夠有好的學位,但不會再有人看不起我 我又希望能夠有愛情,但結果令我更孤單 後來,我嘗試向聖經的神祈禱 我有一份平安在我心裏 我知道是基督救了我,寬恕了我的罪 於是我決定跟隨基督,我轉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成為了護士,我希望能夠在不同的地方裡 在不同的民族去分享神的愛 雖然面對不同的困難,有世紀的熱性,也有各方的危機 但是神的平安沒有離開過我 當我嘗試祈禱的時候,神的平安大大臨到我們的身上 耶穌曾經平盛風和海,一切都在祂的主權裡 神應許我們會有平安,以這份平安在世界上找不到的 神的平安 神的平安